大家好,我是Stan Ottrecht对前5050成员三人提起了损害赔偿诉讼 12月19号,Ottrecht对媒体表示 对5050前成员Sena,Siu,Aran三人 因违反专属合约提起损害赔偿和违约金诉讼 并对参与不公众终止合约的Dogibos,Ansoni,白毛等人 以及三名成员的父母提起了因共同非法行为而导致的损害赔偿诉讼 Ottrecht说明 计算的损害赔偿金额和违约金达到数百亿韩元 单考虑到诉讼过程中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损害 目前仅仅明确的部分诉讼方式提起诉讼 Dogibos,Ottrecht进行这次诉讼的律师表示 这次诉讼不仅是为了纠正受害 也可能成为建立娱乐行业公平交易秩序的重要企迹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太棒了,希望能坚持到底,争取到一切 不管是被骗了还是怎样,都已经给了那么多机会 希望他们能得到应有的报应 即使只是部分赔索也达到130亿韩元 希望对诈骗犯Ansony和那些不明事理背后捅到的人 进行到底的惩戒 并获得所有的损害赔偿 支持Ottrecht 几个月来一直在给他们机会回来 对Ansony的事情有所发问 但对成员们的事情什么都没有说 一直在保护他们 但是他们在那段时间不断地侮辱和攻击权代表 希望这次能够实现争议 进行彻底的整顿 真的到现在还觉得不可思议 孩子们还年轻可能不太懂事 但连他们的父母也做出那样愚蠢的行为 真的太惊奇了 这些父母应该都是出国社会的人 怎么会那样行动呢 不管怎么样 130亿 欣然男团的保镖 在机场加一名手持相机 靠近成员的女性粉丝 猛力推倒 而在航网引起了热烈讨论 这件事情最终也上了电视 被媒体报道了 昨天在X平台 疯传一段拍摄于机场的十多秒影片 有网友认为 这是超出了保护的范畴 可以被视为攻击行为 但也有网友认为 靠近拍摄就是问题 影片中的男团是5月份出道的 Boy Next Door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 当Boy Next Door的成员和私人保镖 在机场内移动时 一名染了黄色头发的女性 手持相机靠近拍摄 随后一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性 猛力推了这名女性粉丝的左肩 粉丝马上向后跌倒 该影片虽然没有录到声音 但从其他方向的行人 都转过头向女性跌倒的方向来看 似乎是有了不小的撞击声或尖叫声 对此Boy Next Door的所属公司 今天发文道歉了 如果真的出事了怎么办 把像流氓一样的人带来当保镖 这是怎么回事 粉丝们即使被这样攻击也不敢提高 因为担心这样会让他们支持的IDOL 受到负面影响 还被其他粉丝们说 是不是私生 为什么要跟踪 因为粉丝们在护航 并且在论坛上也是短暂引起话题而已 所以这种行为才会一直持续下去 该死的那些经纪公司真的很恶劣 在机场紧随着跟踪的记者们 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 这只是对弱者的攻击而已 那位粉丝并没有站得太近 就这样被推开 这是对人的不尊重 即使是物品也不会这样粗暴的推开来移动位置 看到他被这样推出去真的很可怕 希望他能快点康复 粉丝公文化的时候假装看不见 上新闻了才盗窃 咳咳咳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如果不是相机 而是突然拿出其他东西的话怎么办 这么靠近 保镖当然要保护艺人 也可能无法控制使用的力度 正常的粉丝根本不会去机场跟踪 做出那样的行为 活该 对于爱豆的保镖将女性粉丝猛力推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男团B2B在与前所属公司Cube娱乐完成实物协商后 能够在不受太大限制的情况下 继续使用团名了 这种做法被视为基于highlight案例 可以消除公众和艺人的误解 并有望成为一个符合全球K-pop趋势的正面线列 Cube娱乐的相关人士表示 原本在广播或表演上 公开团体名称的部分就没有设限 其他方面也正在积极遵循行业观例 我们Cube也支持与B2B共同走过的11年后 他们的新步伐 首先恭喜B2B 但Cube真的很倒霉 到底哪里是误解 真希望他们破产 Pilot案例的误解是什么呢 不就是你们突然注册Beast上标权的吗 好像在说有什么误解一样 重新看一遍 原来这篇文章是在说 Cube从来没有禁止他们使用团名 我还以为是要给他们上标权呢 不管怎么样 非常高兴 B2B能继续使用B2B的名字活动了 B1B的名字活动 è实在视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